Hello 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的新闻联播节目 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没有 昨晚的马不可以 大家记住 我们要稳承出来做传媒的一贯作风 什么? 什么? 马不懂就不承认 可以的时候就能够出来拍摄 这样才是不可以的 有PACE交代一下 希望继续努力 我们同手无弃 又不会马后炮 又没有事后非 事前提供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马上封人院节目 好了 我们讲讲今天的新闻 有没有要补充? 在开始之前? 没有 那我们继续吧 疫情是8宗 不说了 都是外地输入 本地源头不明 不说了 但是我问 限聚令四人是什么时候解除呢? 是 发展到今时今日很明显是政治决定 是 喂 老友 一本全部都没有 我想大家都生活在香港社会上 我想大家出去喝茶吃饭都很明白 所谓限聚令四人都是多余的 应该就无了这件事了 没错 纯粹在一个地方发生作用 就是不让你集会 哈哈哈哈 真的 我觉得很有趣 前两天 今天有人跟我说 他说是 那个叫做 他们的限聚 他叫做什么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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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他家居隔离 大陆回来 是 他说家居隔离 他说家居隔离 他家居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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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学生和学生 学生曾经接触过一个确隔离的人 对不对 所以最后都是中央隔离 有什么理由家居隔离 他说是几个不方便的地方 其实香港的所谓家居隔离 应该都没有人来的 都是照落差的 谁知道 那条手带一早就破了 没错 认真说 香港政府不是问题的 那怎么办呢 完全没有执行李 我不想说同心口罩 那几亿 我不想再说 现在市面上 我见到有人带过 根本上是浪费钱 我有一件事想说 终于想到 就是 我今天不记得 因为我应该发了讯息给你的 就是说那个叫做什么 连登 说飞鸡的问题 连登就说 那些网民 国泰大裁完之后 应该都会换交界 会大洗牌 是 这件事令到 至少我所见 就是王之锋出来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人性 是 哈利波特也有说 就是说 大家都是王 即是男女拍摄手掌 是不是 大家都是王 为什麽你要搞这样 为什麽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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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黄之锋也出来说 连登 很多人说 我们是这样 是风格 是风格 这就是 如果是纯从 我们不要说 我作为男的会 会拍摄手掌 不应该 但是 我想说两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都说了 这不是鞭尸 即是再鞭尸 就是藏帽的问题 第一 他就是这样 我试图说 所以说 这是一个人家级的做法 我一直都说 藏帽这个人本身是人格 我一直都说 这个人表面上 和真实上 真实上 穿T恤很小事 但你和他崇拜的人 做出来的事情 他实际上 内心是很骯髒的 这件事 我都说了 是一个correlation 譬如我经常说 感冒菌和发烧 那件事是相同的 其实两个没关系 你理论上感冒不一定会发烧 譬如我感冒不一定会发烧 譬如我感冒不就会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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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一些correlation 那件事 譬如你黄之锋 譬如你黄之锋 你所有事情做了这么多事情 大家要求人家做出之前的这么多事情 你就会有现在黄丝 这样去对各太空者的问题 那件事是求你 你不要以为那件事是反弃自己 即是说 如果你做出联登这样的风格的时候 将来你的风向转了 或是新一代的人 他会去转你蓝的时候 假设你转你蓝的时候 他就会更加用相同的方法 会反弃自己 即是说 如果政治上 你会觉得有些人 有一些很頑固的人 你现在去攻陷了那些很頑固的人 你攻陷了那些很頑固的人 然后那些很頑固的人 会信服你 到最后那些很頑固的人 就是你最忠心的支持者 如果你那些人很容易 是 信服你 到最后会第一个作反 明白这个意思嗎 即是说 一条女儿很难追求 除了他老婆 他勾老的机会很低 因为他会很难追求 如果一条女儿很容易追求 你可能他勾老的机会 会变得很大 你明白吗 那样东西是一样相同的 即是说 当初你们是这样去洗廉灯的路 的时候 他会反识你们的机会很大 他不需要 你叫他不负责 不去对这些 对这些传统的 loyalty 去负责的时候 他们对你们的 相同的人 和老人 就没有loyalty 所以我认为 他一直觉得 人品是有问题 他表现上 实际上 人品在我低下 这是相同的原理 所以我觉得 整件事是这样的 即是 王之锋 他说联灯 是对的 你会这样想 但是你要这样想 你要反过来想 反过来想 就是你们培养出来 你不能够要求 他 你不能够要求 一个 一个 女人 对于你来说 就是很放荡 对于人家来说 是一个姓女 明白吗 即是你唆识她的时候 那样东西是必然 会有一个correlation 即是相同的 这是第一样 会说出来 所以会说的 第二样相同 就是为什么会今天 因为昨天看了这件事 那今天呢 我和我的朋友说 我说 喂 约出来吃饭 那些人是 几年生 即是现在三十多岁 很搭水 很小小 就是澳门有关 那些人来的 我说 不过现在 其实呢 我现在都不懂 因为要补出 很久了 他说 不是啦 他说 现在的空姐 十六元 很好服侍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人是一个很资深的人 即是 他是一个非常英俊 出手豪宽 是英俊 出手豪宽 是完全什么都没错 駕駛过千万日 完全是一招千金的人 是他这样跟我说 是无数女性女朋友 他居然这样跟我说 所以我才说 他突然把空姐市场 这样说给我听 这就是这个事实 他就这么说 他就想起 我昨天看到黄之峰 或者哈利芳 大家说 谴责那些联灯 为什么这么粮薄 我将几样东西 扣给你来说 所以才特别把这件事说出来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科学性 或者是一个合观性事实 是不会存在一些诽谤之类的东西 当然你如果作为蓝丝的时候 就是说 但是你如果牵涉过 有些是太过无量的 但是 有些事情有一个correlation 就是说 你说罢工现在真的就是罢工 这种这么深凉的说法 是很难以避免的 但是你如果说到其他事情 就是联灯说的 就比较粮薄 还不是自己人和什么人 其实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说的 如果是一个非常厚德的人 当然我没有 但是其他人 如果是不应该 因为将自己的快乐 健康在别人身上痛苦 但是当初的时候 如果你解决别人 让你这么痛苦的时候 那你有时作出反击 作出心量的反击是很难免的 如果是一个男士来说 我没有什么补充 我只是补充一句 就是两个洪柱立法公议员的时候 将这些人全部捐出去 可能为了一间公屋 我没有什么补充 不是 我知道 但是你说了那件事 那件事大约是这样的 就是我说他做这些事 就是他都可以捐到公屋 就是第二件 可能为了一间公屋 人捐出去 人捐出去就没什么 但是他应该不是捐出去的 当然他有自己的 因为我知道有些事发生 那些人都捐出去做抗击活动 我补充一点 好 那说回个问题 香港疫情这样 健康码何时搞 全民检测何时做 你说如果内地的香港 需要一个全民检测 才能通到健康码何时搞 我想一句话 很多年前 以疑不决 又是处于这个状态 那做了它 快点 对吧 都怪了 总共不在乎 这么多人做什么 那快点 因为通关 经济才有机会复苏 我经常说 通关内地的航班 我想也挽回二十多三十个 航空业 旅游业 很简单 好 李家超昨天在立法会 被民主派的议员围 跟他说过十二门徒 那件事 就是说 什么时候放回来 之后疲怒 围着他 李家超跟着回应事件 就 没有可能放人 他说一定要内地完成 法律程序 才能回到复刑员 至于民主派的质疑 他的问题 究竟香港警方 知不知道他们棄保前部 是不是夹在一起 特意领导出了一个水域 才被内地公安拘捕呢 李家超当然说没有 飞行服务队 都不回应 跟一般的都一样 李家超就说 也不可能 现在你说这么多事情 是不是鼓励别人棄保前途 本身已经犯了法 棄保前途 已经再犯法 现在被内地捕捉了 就是内地的事 跟香港无关 根据他们不应问 李家超有问题 因为香港和大陆没有引导 如果他们的十二门堂应该放不放 你叫他们自己去大陆找 对 或者是 李家超没有权 去问十二门堂 是否放不放 你正在说什么问题 你正在说什么呢 我们没有法定权利去 李家超有没有权利 令陈同佳自首 李家超基本税 也不应该出来 你们泛民 究竟是否想要突然医法办事 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医法 第二件事 究竟他知不知道他棄保前途 这个问题很出现 因为是否棄保前途 这件事 你又发生了才知道是否棄保前途 对 我只知道你出去钓鱼 对 我不能证明你知道棄保前途 直到你潜途之后才知道棄保前途 对 那件事我怎样可以知道棄保前途 对不对 你棄保前途才知道 现在我当然知道棄保前途 但当初我怎样知道棄保前途 对不对 现在你只问他们和内地有没有communication 而非证服务队的时候是否事先知道 你事先知道也不拘捕棄保前途 对不对 不如你说说究竟应该怎样做 对 不如说究竟应该怎样做 是否假设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快要出去水域 或者那个人是准备什么时候 因为现在你不知道 他否认了出来他有缺出海 只要不离开香港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出海的话 如果出海的话 我们就不可以出海 或者出海出到什么地步 出到边境 我就叫他回来 但你唯一可以问到 非证服务队是否和大陆communicate 当然 但他们说我们有一个communication的机制 是 已经说了有一个communication的机制 现在只要是accused的一件事 其余那些东西都是乱缺乱乱乱的 但问题是有没有通知大陆水域去抓人 但问题是 我通知大陆水域去抓人 是有一个事情 我通知了他又怎样抓不抓人 但只不过有人走出来 我是否也通知了 有一个既定机制 即是找我们准备这个人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有责任通知的 好 汤克鲁首席叫未来报告 大家应该记得 minority report 十年前有 就说在你未犯罪之前就被抓了 如果大家有这种情况才出现 好 下一单新闻 在九龙堂的马可尼道大厦的外场 昨晚 即是前晚 等一下 我想说说未来报告的事情 是 现在呢 其实是 在波特拉里的 未来报告的事情 现在是在你未犯罪之前 是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的问题是 很多时候是否有一个人权问题 一个问题是 你很大可能犯罪 如果那个人是一个 医斯坦教徒 例如现在是法国的巴黎的医斯坦教徒 上了飞机 因为你的事情本身是有紧密联系的 然后我们会判断你很可能犯罪 那我们是否将你密切看 或者是正常程序处理 或者是正常程序处理 那件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将你特别守身 那是否不公道 你是一个特殊人物 没有不公道 没有不公道就是不公道 现在是因为有些人特殊 整个世界很多时候 都是用这种方法 去防止罪行的发生 如果不是 你只要把所有人在一起 只不过把高危险的人 去西别开水 其实把高危险的人 甚至做医疗 买保险 你个人都做过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经常说 我们有防止了一次恐怖袭击 出了很多次的新闻 因为未做出恐怖袭击之前 你已经抓了他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件事 但你所说的事情 我们都会发生的 只不过我提出这件事 香港现在都正在发生 在你身上找到索带 都不一样 找到一个剪索带的批 或者一个螺丝批 你在当时的出现 都会釘入了 有些罪 一模一样 他没有参与到报告 正如他 如果在父浪跌了 是巴拿 他又不是收车师傅 就能告你 这件事很尴尬的 又是那句 当社会混乱的时候 就是 攻守两面都要有事情做 太平城市 当然没有这些事情 讲回 有人在昨晚在九龙堂外场 喷了字 批评高等法院 这个副司法常务官 就是之前的法官 一调的职 升职 何俊耀 九官 案件延作刑事破坏 律政司长 尚又华表示 有些人为某位法官 作出人身攻击 和妙视行为 政府不能接受 他形容 有关的行为非常严重 警方正在跟进事件 他说 大家不只喜欢法官的判词 而去表达人身攻击 向法官 必须客观理性讨论 很多人都会碰到司法 在哪裏说 郑若华 这样的状况 郑若华当然不得罪法官 因为要出去混 所以是司法系统的问题 但是人身攻击 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只是人身攻击法官 那是否我们可以攻击所有人 不可以攻击法官 还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攻击 包括法官再来呢 不知道 我说的一个问题 正常来说 你看过社会事件 就是攻击法官 一定有反应 对 这不是第一次 之前在高等法院都会碰过7 这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是否攻击所有人 都可以只是法官 或者是你攻击所有人 包括法官再来 现在很明显 就肯定已经攻击所有人了 罵 对 所以 那是否只有法官免疫 包括林郑月娥的老母 全部都是 全部都罵了 那是否只是法官不能罵呢 就是法官是否有免疫 我认为是这样的问题 目前就一定是这样 是否只有法官不能罵呢 我认为是很奇怪 那如果法官可以乱判罵呢 那就会变成特殊阶级 那就变成特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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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不是民主 你少坐巴士 都会死 林郑月娥的老母 全部都是 但是习近平也被人罵 就是习近平也被人罵 特朗普也被人罵 法官不能罵呢 那法官不能罵呢 那法官不能罵呢 是吗 正如你所说的 7分 那现象就是这样 法官又不能罵 我真的觉得我不明白 我明白法官的邏輯 现在多开些私咬空间 去谈谈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法官又不能罵呢 当然我也不赞食罵 但问题是为什么 一旦就大家一起不要罵 可以 是不是 对不对 一旦就罵顾复 好 下一单新闻 民建公联会 民建立法会议员陈闻斌 表示 把2元的车资调到60岁以下 现在政府收回了 他就表示 对消息表示愤怒 这些人 必须不可 不可 有些人 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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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